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房 百间万劫难遭遇 火金见闻得寿之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那一阵开不着 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已经好 现在好像没有了 台风台风 两个月 一块就要去 那一间高級'? del 高級,高級 live,高級 那间是吃烤菜的 今天有一段 就是那個褒貶的那個部分 就那一段那個褒貶 在好像是五十五十九月這個地方 那我這邊有一段把它摘入下來 然後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這裡有一點點跟大家談 再談一下那個褒貶的部分 然後再切入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 是那個地域的部分 上個禮拜講那個褒貶 這邊所談的就是這個褒貶是從價值觀的部分 那我從 因為這個是我們那一本書裡面有的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這個蕭董的惡立觀 你把它注意一下 你回去再看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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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有沒有錢 金是比較有明暗 有信是會比較更 一般是說叫人不要有金 一般是有金 有人有法式有金 有的法式有金 有的法式有金 這樣看有嗎 有的法式有 陳志祥這樣看有嗎 兩個陳師兄都看有 我們就不要金了 這個 我是沒差 我有書可以看 那個這一段 就是講到褒貶的部分 我再把它提出來跟大家談一下 來補充一點 那這一段就是在我們那一本書的部分 的簽 好像第十章的部分 你們那 你們那下冊應該沒有 你上冊的話才會有 程師傑有帶上冊嗎 所以我就補印給大家 因為那些書裡面有 那這邊講到的就是說 二帝的那個觀點上面 那這個書裡面他的記載就是說 其實在那個社三論寫雙一之前 宋啟良的這個時間 三論 那時候還沒有 就是以三論寫來講 對二帝的討論除了這個人之外 周一這個人之外 那我們所知道就是梁武帝 那梁武帝也影響他的二字嘛 就是那個消 就是那個消通 所以這裡才寫消通 我記得我們在講二帝一開始的時候呢 好像有曾經跟大家講過說 那個 對二帝的那個思想有二十幾家 就是有各種的觀點上的不同 我在想 我這樣子 我這樣子 讀了下來 我發現應該不只這幾 這幾家 不過因為這個是當時的那個 所說的 就是在那個 這個吉障大師的那個書裡面 他有提到的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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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從梁武帝 就是吉障那時候所講的就是 提到就是對於二帝的這種主張方面的 學說就有二十幾家之多 那這邊呢 他就有提到說 大概有哪些人 會巢、瀟鋼、會彈中、升遷等等的這些人 那有 有 出家 還有在家局勢的 非常之多 所以他就說至少有二十二個人 有沒有 那 那 其中不乏 誠實學的民師 讓我們都知道說 好像最有名的就是那個良代的那個 陳時三大師 聲明 專業式的聲明 那還有那個法雲這些種種 所以 蕭童 那蕭童比較著名的就是他 如果不知道蕭童的話 那如果講一個人應該知道 就是那個蕭敏 蕭敏太子 金剛進駐那個 分幾分幾分幾分 那有這麼傳說 說蕭敏太子分金剛進為幾分 下第一 因為我這邊傳說 有聽過嗎 有聽過 不知道 到底是 可是如果說 他真的說分這個幾分還下第一的話 是這個原因吧 還是其他的 那他那個為什麼今天還會被我們所應用 因為那個幾分幾分 算十二分 所以 有時候 從歷代的這些傳說來 誰知道他下第一 誰知道他下一第一 不過總是會有一些蛛絲馬跡 像現在的人說下第一 他有這些蛛絲馬跡的話 可以說 這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那他這邊所講的就是 蕭童的這個二地關 是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 產生很大的那個影響 那不用說了 這邊是說蕭童 因為 對 就是梁武帝 對 信佛 所以也 影響他的那個信佛 不過有一點就是我們不能否認 因為有一本書叫 《昭明文賢》 那他的那個 應該是他的文筆也是非常非常不錯 他才有這些主作的留下來 所以他特別在 在宮內設立一個那個 大家講法論集的地方 那請深重談論 所以講這個二地義 講二地義的這些 所以他說他的二地義 還有法生義都有 特別是二地義 那他有這一個 令子解二地義的這個出來 那這幾個人 這裡有這些人 那有關係你們會去看書 好 就是那一本那個 通詩 三論中的通詩 裡面通通有 那這邊提到的 從這個地方 佛教有志 有禁至說 禁至說這個地方 有禁至說 前者是所觀的 禁的是所觀的對象 後是能觀的主體 一個是能觀 所以 所以那個吉障大師 就是把禁至 立為能所的這一個部分 所以能知的是智 所知的是禁 那這個我們的 大家現在知道了 那在這邊呢 他有提到說 蕭筒認為活學 可以從兩方面來把握 一個是民意力 這是我們的知道 然後是修行 民意你從什麼地方來講 就是你要從禁 實行以致 那這一個是蕭筒的主張 可是在那個吉障大師 可能又不是這樣的例子 那個思想 所以說一個是 要去明瞭他的那個教義 一個的話就是你要走 實踐的路線 這兩個是相輔相成的 那你要去明義理的話 你就是明教義的話 你從自己的教理 你他們方面去走 那實的話是以智 所以智能照晉 智能照晉 明道之方 許有揮衣 許藥專不出晉智 所以或是以智明 或是以智顯心 波洛邪的二帝 屬於以智明義 一路 至於二帝就是智明義 那到這個地方所講的 都是屬於蕭筒的思想 那我們的書裡面 其實你可以去看到 它有指觀 那還有心煌他們的那個 二帝的思想 那道生的二帝思想 還有那個深造的二帝思想 會議的二絲思想 這些我們都可以 從書裡面可以看到 那因為我要講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先把這個提出來 所以他說 他說只能說 二帝有兩種表達 我有文字喔 一個是真帝 很多啊 是不是那個窗戶沒有那個 還有紗窗 還有紗窗 還有真帝跟屬地 那就是它的表達的方式嘛 有真帝跟屬地 那另外一個就是 第一帝跟世屬地 跟世帝 那它兩者的表達方式 主要的不同就是 它角度的不同 所以第一個 以真帝跟屬地來表達的話 然後說全則以定體為立名 體是它的根本的特性 那特性不同 二帝就是真帝跟屬地的特性不同 真帝以不生為體 屬地以有法為體 那這個跟周易手術的空甲民中的觀點 是相似的 那空甲民中這個 今天我不講了 就是在我們的那個 那個那本書裡面也有 也有提到這個 像周易當時這個 對二帝一 好 尼盆一的這些 都是很有特色的 那好 那這邊後者從價值的視角 價值的視角 應該是第一帝跟世帝 以包貶立名 以包貶立名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所以它這底下提到的 俗是什麼 那聖意是什麼 什麼是真 就是真實平等 真是實意 即是平等 沒有另外 更無異法能為雜見 什麼是俗 西甲式法 這深層俗是極異 極異 此法得深 符為其作 這是不定 它有牽流 它有牽變 它有變化 它有護幹 種種的這些意的存在 所以是 符為其作 什麼是第一意 它的無身敬重 別立名 齒化 最甚 最妙 無能其責 無身嘛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最好的 什麼是地 以格別為意 身面流動 無有住相 所以一個是數 一個是恆 我們這裡有提到 有印象 什麼是數 以格別為身面 為身面流動 格別身面 無有住相 那是沒有恆長的 什麼是地 就是一切實真實意 地是以神實為意 神實為意 那這樣子 真地確實是真 俗地確實是俗 好 那這個先不管 底下 他說 在以倒數二十二人討論中 蕭同俗路 是 剛剛他所提的這些 是更 讓 就是更深入 他強調二地 實際上是 人對釋法 從一真一俗角度的兩種 不同 理解 世人所知 生化為體 是 出世人所知 不生為體 所以角度上的不同 世間人的角度呢 跟出世的人呢 所 那個立場不同 所講的 所看的不同 所以 褒貶呢 後面他講的 並沒有這個褒貶 怎麼會有這種褒貶 的情形 這是角度的問題 所以他說 真地認為 任有為空 屬地 任空為有 對於真屬關係的處理 應該是極屬之真 即真見屬 從這個角度看 真屬不易 因此 有不易 無不易 有 證明 理 一的相極 是其體 體中相極 一不相極 他認為 對於聖人來說 從教化的角度 雖不見四地 不見四地 但要知道有四地 為什麼要知道有四地 因為要教化時間 聖人無負 自不見地 無仿聖人 何仿佛所見 故取誰悟情 雖有惡地 雖有惡地 所以這邊提議 我們如果是 從那個 習章大師 他有講 為什麼有這個一惡 這二地 那個一惡地 雖情判惡地 隨情志 講惡意地的部分 好 那底下這一段呢 是 吉障 吉障大師對於 消痛 聖人太子的 冠廷提出的批判 那這個批判呢 就在我們這一章 講義的部分 在五十八月 有沒有看到五十八月 那個最底下 有個他姐營有沒有 有 那這裡他姐營指的 就是他這裡所講的說 這個他姐呢 他姐的呢 是 指 是 講的是 那個 蕭童 他姐營 真屬當體得名 是以第一 褒貶為真 言真屬當體得名 者民屬是 胡虛為意 當體胡虛 真 真是真實意 當體真實故 真屬當體得名 是以第一為褒貶者 为褒贬者 明世世代谢隔别为义 第一莫过义即隔别为世 莫过为第一 故事已第一 故事已第一是褒贬之名 之名也 这个是我们 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那个 58月这个 58到59月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如果说以藏经来讲的话 那它是在大概在90 大清章45册的第96页的部分 在这一段里面 那它这里提到说 不止明道姓的这个他姐呢 讲的是萧统的主张 萧统之介 所以概括都是萧统的观点 但吉障认为此事不可解 并提出环渣的搏难 环渣的搏难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讲的是 随 就是随名 随名是义 这一名是的 会是以义是 讲的是随他的名 那吉障所讲 吉障认为此事不可事 在上面就有讲 所以所以这一后面这一段 就是他在讲 就是到从这后面 那个59页的部分 那就是吉障大师的认为 为什么提出环渣的这个搏难 的部分 此事随名是义的部分 都是在这一段里面 都是在这一段 好 那 他说 另一次则有比较简明的看法 此事随名是义 会是以义是名 若而可谓事件诸华 则有志无义 金迷俗以不俗为义 争以不争为义 批评供止医治 这个地方 这个供好像有点怪怪的 意识解释概念 不了解其真正含义 如果真要一切事物 都只有概念名止 他主张俗的意义就是不俗 真的意义就是不真 这层意义其实相同的 吉障之真 吉障见俗也包含了 也包含了 那这后面提到的就是 此事不可解 就是前面他讲的这些 所以在这一段的部分呢 他是把萧桐的那个对于主张 所以他在二第一的话 应该不是只有对那个前十的 就是只有那个三大四的 那个主张提示博持 应该还有更多的这种博持 那当然这个里面当中呢 其实有时候呢 他并没有提到说中道的思想 还有体用的一些 其实都已经有包含进去 都有包含进去 只是说如果说我们只要看一遍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点 没有办法 就即便即便 可能要更深的去看 然后其他的一些的 那个参考师还要多看 才有办法去了解 才有办法了解 那因为这一段的话 就是上一个包贬的部分 再把它提出来 跟大家谈一次 那回去的话呢 如果说你有时间了 要把这一段 那跟我们的那个 就是那个局长大师的 那个二第一的这一段 再重新对照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解 所以这个包贬的话 它是从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来看这一些 来看到 所以他 这后面所提到 到后面说 是望真士的部分 所以以望真士来讲的话 那从有 从正的立场来看 所以从圣的立场 所以有些知差别 就是知颠倒差别 无差别的 这个是第一意地 那知差别不知无差别的话 是属于四地 是属于四地 这个是在 到后来的话 是属于六十 六十月的部分 那不管是真士 俗的这一个 其实它是属于相互相成的 如果离开了这个俗呢 就没有真可以显出来 所以离真呢 也没有书可以说 所以这些真书的情形呢 读我真的是要到什么时候 你才能够看法是一致 只有到菩萨 那个书里面呢 有些地方的书里面讲到说 七处菩萨 而且讲到十处菩萨的部分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 这些 这些属不义真 真不义属 那属即是真 真即是属的这些呢 那其实它是 它是 它可以说 这是一项无碍的 这个菩萨严教 如果能够体解了 这个菩萨严教的情形 它是无德无碍的 才能直接的 都查到心境里面 所讲的色不义空空不义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 这种不二中道的 那个意境当中 才能到达这个当中 好 那就是今天跟大家先提 再提过一次的 那望真师也是从这个 这个习俗跟当体 真的这个立场去讲 所谈的 那这是 再跟大家补充 那我们今天所谈的 就是从 六十一页 提到的 四四第一 历前亦应有四 就是 一一明二 因缘三限到四五方 六十一页的部分 今旧一明是 地以省时为义 一地以两情省时故 名为地也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因为一个是教地 一个是一地 那教地的话呢 是火的严教 一地的话呢 是属于 教化的方便 众生方便 所以一地以两情省时 名为地 以两情省时 那两情省时的话 就是从 从圣根时的立场来讲的话呢 那因为一地是属于教化的方便 所以 如果是真例来讲的话呢 那就是属于真 但是 这些明明是属于 整个 这对中 需要为众生而讲的 那 就是解除说 这是需要 各方面的 所以 这是属于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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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治的部分 来讲 所以 以圣治 这个来讲的话呢 那 这个 是属于 第一 异地的 以 这个 以的部分 那 另外一个呢 那环污所知道的 这些的 这些呢 那都是在有的立场 所以是依 我们自己本身的 那个 所看 所知的 这些 之界来讲 所以环琴士 一个是圣之士 那一个是 环琴 环琴士的话呢 那因为 环琴士的话呢 就是属于 世俗地 那因为 大家都是 以 以这种 颠倒 所看的 明知是 不对 可是我们把它当 真的 所以 这是 一 一 凡而 讲 是属于 地 那 甚至是呢 是因为 一 教化 方便 所以 是 圣的 这种 智慧 这是 这是属于 第一 地 的部分 真情 那 这里下呢 他就提到说 一地 为当 属 敬 为当 在 智 所以 一地 是 应该是 敬 还是 智 静 跟智 那 这一段的话呢 那我们看一下课本 这一个课本 二五七页 二五七页 二五七页这里呢 就是这一章的话呢 它是属于 那个 吉藏大师的 那个三论 思想的 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 他就开始 去讲到 是属于 二地论的部分 那当然 吉藏的 那个 对于 三论的 那个 思想的 情形呢 其实有 有很多的部分 那个 一般来讲的话 最具代表性的话 并不是我们所讲这个二地 而是大胜弦论跟那个中观论述 还有三论协议 不过中观论述呢 因为太杂了 太杂了 那个大胜弦论里面呢 他是有提到 就是 就是 大胜弦论呢 他是把它其中 比较 具有思想的 像二地八部 二字 活性 捏盘的 这些种种 他是把它全部都是全化 就是吉藏大师呢 从这个地方呢 把他的思想上 对空的这种思想探讨的话 他是把它深化 那当然这个 二地的思想八部啊 种种这些的话 都是从空的立场来谈的 从空的立场来讲的 所以 想要了解 吉藏大师的一些思想的话呢 还是必从空这个思想来谈的 那吉藏大师 我们这一章里面的252页 一开始讲到吉藏大师呢 那吉藏大师解释空有八重意义 讲到是什么空 什么空 那有机会呢 因为我们平常人少会去把那个空 作为一个解释 我们非常 因为我们会讲到说 像波罗经里面有讲到那个什么 十八空啊 就是有的空无的空 那这些种种吧 其实在这一本书的前面部分 那他有把这个几个空的解释出来 做一个解释 平常我们很少在解释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所讲的 而是属于那个 他在问说 一帝是属近海之志的部分 那我们先把它念过一次 他说解释 一帝以两情志为名 就是他是属于教化的方便而谈的 何者 一欢所解为淑地 一圣所解为真地 一两情志为地 不取空有两境为地 不取空有两境 所以我们讲到说 我有一地嘛 我有一圣王又有一地 那所以他这边讲到说 不取空有两境为地 底下问一帝是智 教地属什么属何也 一切法不出尽智 尽智往收 为属净 为属智也 解淫 教地属智 问 教地若为是智 从来多不解此意 文此意不知是何言 今明是尽者 如来如说 如行而说 如说而行 其说二地固 一家淫 浅磨密照为至 外张神口名地 今一儿 以二字照空有 以二字照空有 空有 则名 敬 说空有意表一道 即明教 即即能所 即所能 教能表道顾 教士所能 尽是所照顾 尽是能所 所照明尽 能表为教 故教地属尽生 问若从来哪 得应 言禀二地教 生至 使 转教明镜 记不记得我之前讲到说 禀 禀 教地 而生至 名为 教转 教转明镜 这些之前有提到过的部分 解音 此不相干 此不相关 前是能化 后是所化 此凡经两过转 前进转 为教 后 教转为进 何者 如来二字照 明为进 次说表一道 则转明教 所化言 便秉此教 是教物理生至 教转明镜 教转明镜 这是秉二地 秉二地教 生二字则教转明镜 此则教地或明镜 或明教也 问教地记得是教是镜 宜地亦得是教镜 宜活 解音 以彼何隆不得 但无表 道教 无身至尽 一地不转 故 一二地不能 一二地不能表 十方三世 诸佛正道 不得明教 父不能生化 生父母 故 不得明镜 若以彼是地 以彼是尽 以彼是教 以彼是礼 何者 彼亦有言说 故有教 彼亦言有礼 故 以彼有礼 此之礼教 并是未勤故 到这个地方 其实后面还是可以 先讲 先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所讲的 吉旦大师 就是他对于 禁制礼教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的部分 那因为前面他问到说 两情一地是属于禁还是属于是智的部分 就是在257页的这个地方有几个字 他说麻烦你看一下 在禁制礼教的这一段里面 第十行你看下来 说禁和智 禁以智的区别在一照 禁以智的区别在一照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说这个一地呢 是属于禁还是属于在智 所以他说一地以两情智为名 我们之前所谈的一个是教地 一个是一地 那教地呢 那个教地是教理是佛陀的这种教的部分 那一地的话呢 就是为方便故 而为众生所说 为众生所说的 所以这里两情智 两情智的话是 一个是属于圣 一个是属于还 一个圣情 一个凡情 那凡情的话呢 六道凡夫 那圣情的部分的话呢 九戒众生 所以为这两个 一地是因为为了要教化的方便 而谈的 而谈的 所以以凡所解释 是属 凡夫众生所了解的 明明知道说这个属呢 是牵扭是 没有 不很定 不很长的 那可是我们还是 去把它当作 真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所以是属 以圣所解为真谛 以圣所解是真谛 以两情智 所以对这个 他们所讲的 这各自的认为的话呢 那这个是对 这两对皇后来讲是真实 那对于这个圣 就是二圣人所讲的 那是属于是真的 所以不取空有 两境为地 所以以这一个来讲 所以不是去谈 谈那个空有 而是以两 就是圣情跟环情的 这个对于 对于空有的认识 所以不取空有两境 两境为地 所以这里是已经谈得很清楚 那底下 一地是智教 一地是智 那教地是什么 如果一地是属于智的话呢 那么教地是什么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后面会有 就是你看 我们看一下257页 257页的部分 那个晋制礼教的这一段 他说 晋跟晋呢 礼和教都是极藏思想体系的 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恶地之教呢 就是恶地的教 能生恶智 能生恶智 所以丙恶地教 生恶智 那这个智呢 就在兆晋 兆晋 所以兆晋之后呢 物路不恶理 构成这个理论的主要架构 丙恶地教生恶智 则教转明镜 如镜而转 如镜而照 故称为智 那这一个呢 其实我们在 那个二第一里面也有 那在 这个是后面的注释 是讲到 他是出自在百论述里面 那也提到 这是 吉隆大师呢 他曾记的那个 新昂和华郎的这个看法 那新昂和华郎的看法呢 他提到了大师旧语音 丙教得悟 发生恶智 教转明镜 悟是悟不恶之理 不是悟教 不是悟教 所以丙教得悟 生恶智 教转明镜 我们之前的书 那个讲义上 也有这一段 那这个是在二第一的 前面的那个里面 我提到 能 就是 丙这个 活陀的教法之后呢 然后去修 去走 所以如果说 一句上 那个刚刚消头的那个思想 以这个教理来讲的话呢 那一个 一个就是 要明镜 那一个就是属于要 要去实践的部分 所以丙这个 活陀的这个教法 然后实践之后 你能够生智 就是 生起 全十二字 那你能够去转这些的话 就是 转的是什么 这个其实不是转空有的 这一个 而是转我们的这个心境 悟是悟不恶理 不是悟教 不恶的道理 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说悟不恶的道理 不是悟教 那什么是禁制理教 什么是禁制理教 其上的说法呢 真俗通理 顾名为教 真俗通理 顾名为教 真帝跟俗帝呢 那因为刚刚讲了 不恶吃礼 所以是不恶的 那这是属于教的部分 真俗生智 真俗生智 你能够去照的话呢 那能够生 就是能够转这个境 如来说恶帝 顾恶帝为教 就是我们说 讲的叫恶帝 如来照恶帝 即恶帝为敬 那这个是在中观论述上面所提的 如来所说的恶帝 眼里呢 是一个教 就是如来所说的那个恶帝是教 恶帝之礼 之礼体现的是不恶的思想 本来就是一个是因为要教化的方便 所以他把它分成一个是第一地 一个是世俗帝 所以一个是真 一个是书 那这个是手提现的是不恶的思想 这个不恶的思想是一个礼制 是一个礼制 所以他这里手指账了这个礼呢 到最后就是为什么 礼是从恶帝到最后的那一宠法 第二宠 否定第一宠帝 再来每一宠呢 到第四宠的时候就否定前面的 否定前面的第三个 就是他是只有一个 那这个如果说 我们以不恶的思想来讲的话 那在吉章大师的那个 吉章大师的敬明游义里面 他有提到对这个不恶的那个观点上 来提的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他以那本书来谈的话 不恶呢有三种的情形 就是这个不恶有三种意义在里面谈 一个就是说 大家都在谈这个不恶不恶 可是真正谈到这个不恶的话 只是嘴巴来讲 这是一般的不恶 那真的有没有侮辱到不恶的这个道理 是没有的 因为不恶的思想 是他是要去体现 就是从刚刚所提的 那个吉章大师的那个思想来讲的话 那是从二弟的第四从是严峻立决的部分 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没有 没有另外一个 所以这是理的部分 所以也就是说理本身不是真不是俗 真俗不恶 真俗不恶 那刚刚提到说 吉章大师的那个涅槃游义里面的这个三个 三个那个对不恶的关联上 第一个一般不恶 第二个就是文书的这个不恶的思想 文书的不恶思想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山门的部分都写不恶门 路不恶门 那第二个的文书的不恶呢 文书并不是不知道说这个不恶是严禁立决 是无法以语言来表示 可是他还是用语言来讲出来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属于唯魔即逝的 唯魔即逝的这个不恶 就是他只是一个默然什么都不说的 这是属于不恶 这个不恶 那因为为什么不恶就是 我们虽然说讲到只有一个 可是你还是用语言去表达的话呢 就是没有达到那个深入的那个境界 唯有到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看 就是记账导师里面的第四重里面 他否定了第三个 否定了前面三个 那所以 所以他的 他手里的第四重呢 那是否定前三 那否定前三为世俗地 所以在有一个圣意地的话 就是语言什么都没有严禁立决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严禁立决的部分 就是在敬明游义里面呢 那就是属于这个 在维谋的这一个伯偶的观点上 那二帝的话 这上面写到呢 他是能够生智 所以能够升起的是全智跟实智的两种智慧 能够升起的 所以以全智跟实智呢 那去灌照 去灌照 然后以两智灌照 所造的五件就是二帝的晋 二帝的晋 那吉藏认为呢 那个地就是智 其实应该是一个是智地 还有一个是晋智 这是地跟智 前面呢 是智跟晋 智跟晋的分别 那现在讲的是地跟智的区分标准 标准是说行 是说跟行的不同 一个是叫 一个是行 它这两个的不同的部分 那所以前面讲的呢 那是智地跟晋智 吉藏认为 他的书上写的是地和智 区分的标准是说跟行的不同 那后面注解 智地明其说行 说行的话呢 如说而行名为二帜 名为二帜 如行而说为二帝 晋和智的区分在一照 这是刚刚我提的 这边所讲的 一帝是智教地是什么 那一帝属晋还是属智 一帝是属晋还是属于地的部分 所以他把它区分下来 我们先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再 刚刚提到那个晋智的这个部分 我们底下还是要谈一下 虽然说这些都是属于文字的部分 都是属于教的话 你看到那个二五七的这个地方 未曾晋教吗 那也没有晋也没有教嘛 因为二帝本身是无所谓教或晋的部分 那这也是吉祥大师最后他所讲的 那说提醒适时而用 要注意到自己的条件 不可一概而论 因为二帝本身无所谓的教或晋等 未曾是教 那这一个教 他未曾是教的这个思想 其实他有程序的是那个 他的那个师承的来源 陈夕辽东 申朗 还有那个新凡华朗的 这些他的思想 因为他们也提到的二帝是教的 这些思想 那个像那个 那个他的思想里面讲到 就是我们讲到说五言 金刚经里面的五言不见理外众生 及一切法 那因为他们所讲的就是 都是一直很坚持那个 教二帝的这种观点来讲 就是他的那个思想 就是那个三轮 就等于说三轮中他们的这些思想的话 那他在他的那个二帝轮的思想 是有一二帝跟教二帝的这个思想 是主张非常非常的多的部分 那他的就是说他的事程方面 提到说这些的设立的话呢 那就是要把那个有无二件的那个 就是要去对言要去破弃他的这种那个剑 他的剑 所以把二件的跟 所以要去舍有无 有有要舍 有无都要舍 说有无能通 就是只是说讲有跟无的这个教法呢 是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达不二的这个 这个道理 有有无呢 他并不是不不是必尽的 不是必尽的 所以因为不是必尽的 可是你也不能够去住在这 就是你也不能住在这个有无的这个中间 因为他是一个教而已 他是一个教 那立这一个的话呢 目的 这个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次 就是为了处我们的执见 所以立这个教二帝之外呢 又立一二帝 有两种情形 那这个都是属于那个 他所承续的那个 新皇跟华郎跟那个 遥动生郎的那些思想而来的 所以说这个二帝呢 就是在前面所讲的禁制的这些里面呢 那其实都是以为了要随胜众生而说的 所以是属于教帝 随胜众生而说的是属于教帝的部分 随胜众生是说有这个二帝 所以这是属于教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在众生有二帝是一帝 那这个思想是只有这一个三分家所特有的部分 他所特有的部分 那刚刚提到说 就上一节所提的 二帝呢生权制跟实制的这两种智慧 那以这两种智慧去贯照 那你要去贯照 你这种全字跟实字去贯照的话 那所造的是 那个物件的话是二帝的禁 二帝的禁 那我们所要造的就是这个二帝就是有无 所以有无是禁 是禁的部分 基障认为说 地和制呢 他七分的比较只是说 一个是说跟行的不同 其实说跟行的不同呢 那个我们在 62月 62月 就感觉从61月的底下开始呢 他有说问一帝是智 教帝是属什么 一切法不出禁智 一切法为禁智所奢 一切法为禁智所奢 所以禁智往收 那为属禁为属智也 那因为一切法是禁智 所以从禁智来讲 为禁跟智说一切法 那么到底是属于是禁 还是属于智 那这边解淫 教帝是属于智 问教帝若为智 那从来都不解此意 从来都不解此意 那文此意 不知是何言 今明是智者 那前面 他说从来都不解此意的 这个从来呢 其实讲的并不是说几帐大师 而是说对于这个二帝的那个解说 思想中有二十几家的这些呢 他们都不讲这一个 所以即使有讲听了之后呢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那个说法 所以后面所讲的呢 经明呢 那就是属于三家的开心 三论中的这个思想 所以现在所讲这个禁呢 如乃如行而说 如说而行 如说而行即二字照空有禁 二字照空有的禁 那如行而说即是说二帝故 如行而说是说二帝 一家隐浅磨密照名为智 那外章神口名为帝 所以在语言上能够表现出来的话 是属于帝的部分 那在可以说是 这是我的解释 不是说他原来的浅磨密照 这个是为智 这样就是以智跟帝来谈的话 那这个一家呢 就是应该指的是 其他的这种像诚实的这种说法 那到底是谁 他没有二十二家里面的 这么多的说法里面 他们并没有讲出哪一个 那如果是以智跟帝来讲的话呢 一个是禁 就是叫地是禁的部分 禁之所造 那这个智的话就是 在你的行方面 你所作所行的这些呢 那是属于这个智的部分 属于心的部分 可是你从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讲到说 为什么浅磨密照 你心的这个心智方面的这些思想 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已 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是智 那把这些东西呢 表现在你的口里面 你的言教所说出来的 这是属于地的部分 属于地的部分 那因为 能够说出来的这一诗 这种教法的 它是属于地 今亦二 以二智照空有 空有则有晋 以二智照空有 因为刚刚讲智能照晋 智是照晋 所以一切法 不出晋跟智的部分 二智照空有 所以空有是变成 智是变成能 那个能的部分 那一个是属于 所的部分 那后面提到的 就是说 晋是能所 教是所能的 晋是 他能够为他所做的 一个是 他所做的是能的部分 一加淫 今亦有 以二智照空有 空有则名为晋 以二智照空有 空有名为晋 就是他这种 全智呢 所讲 所 执志跟全智呢 那他能够去 照了这些东西 那一个是 真正能够知道空 那一个是以方便 能够了解这个有 也是属于空 那这个是 就是以 先生的这个境界 空有 则名为晋 所以 因为要去照 那必须有个东西 所以空有呢 只要是在空有地方 说空有 好 那 所能 教能表道 教是所能 尽是所造 尽是所造 所以 一个是他能造的 一个是他所造的 尽是能所 这里有提到的 所造尽 名能表为教 故教地属尽射 教地属尽射的部分 那因为 这个教地所 所提 那 其实我们在那个书里面 他又有 就是 就是之前给你们的那一张讲印里面有提到 其他大师呢 他对于这个 这个宜二地的部分呢 那又有一个宜二地的部分 就是一个所谓宜教 那名宜教地 这个部分 一个是所依的 一个是 迷移 这个部分的 所以 这又有两个二地的部分 那上面提到的是 在 二五七页上面提到那个尽至底教的这个部分呢 以二字观照 所造物限是二地之尽 吉章认为呢 就是地跟至的区分 地跟至的区分 所以一个是至地 那一个是尽至的区分的标准 是说和行的不同 至地呢 名其说行 名其说行 那说行者 如说而行 名为二字 如行而说 一个是如说而行 一个是如行而说 所以如说而行呢 那是属于二字的部分 如行而说呢 是属于是称为二地 所以这里呢 提到的在六十二页的部分呢 他说一个是如来如 精明是尽者 如来如行而说 如行而说 如说而行 如说而行 其二字照空有尽 照空有尽 所以尽至呢 他的部分呢 是净跟至呢 是取其能够照 那一个是 一个是能照 那能照的是至的部分 那所照的是净 所照的是净 那至是能照 所以地 那那个净是所照 那所照是空跟有 所以二字照空有 那二地 是礼 是教 所以他说净是能照 那净是所照 这后面有提到说 因为后面也有 就是 在那个六十三页里面 六十三页里面 他说 精一有如说而行 明二字 如行而说明 如行而说明 如说而行明二字 如行而说明二帝 二帝亦得明二字 何者 说何所说 说止说二字故隐 亦之自在 所故二帝即是二字 谁亦不同 表里亦为教 宣制亦名为智 所造义名为智 若而教地之名 亦得明智亦得明为智 所以这个 静至礼教 也是从不同的这种角度 所以那个基障大师 他就提出来的 他就提出来的说 不能一概 不能一概而论 这二帝是离世教 是进了这个部分 因为后面提到是 就是说二帝是既是二字 这种种的说法 他说提醒的 应该事实而用 要注意到积极的条件 因为二帝本身 无所谓的这个教跟进 书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未曾进教 也没有进 也没有教 那如果是真正生物的话 也没有智 这个都是我们的这种 皇屋所认识的 所知道的 那像刚刚提到的说 只有一 不二的这种思想 这是从不二的部分 那有一个不二教 这边提到不二教 不二理跟不二观 那把它用到那个 三种菠萝去 因为要有一个是说 一个是行的部分 一个说一个行的部分 那从不二教的话呢 是不二教的话是 文字剥落 那不二理的部分呢 是灌照剥落 那最后一个是 十项剥落 不二观的部分 所以要悟的话 那是悟不二的理 不是悟教的部分 不是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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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地方 二字 二地 還有 種種的這種 還有二鏡 那這些的話呢 都是在書裡面都會有出現的部分 好 那底下呢 我們再看下去 教帝屬季所奢的 問若耳從來哪得贏 秉二地教生至時 教轉明鏡 教轉明鏡 就是教能夠轉這些的 那簡贏持不相關 前視能化 後視手化 此環經兩過轉 前進轉為教 後教轉為進 前進轉為教 都是那兩種轉的情形 那後面會提到 怎麼樣一個情形來轉 何者 如來二字照 名為敬 赤說表一道 則轉明鏡 首化言並此教 事教悟禮 生至 教轉明鏡 他第一個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所講的 你要悟教 你要悟禮 那所以秉教生至的話呢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轉明為敬 二地的這種教法呢 他能夠生 那以至去照進 悟不惡禮 所以秉教 秉二地之教生二次的 那這個就是屬於教轉明鏡 所以如進能夠而照的話呢 那這個是屬於 秉為智的部分 那這是一個 這裡所講的 是 所畫言 秉齒教 是教悟禮 生至 就秉二教 生至 那就是教轉明鏡 此則教帝或名為鏡或名為教 或名為鏡或名教 那問呢 教帝既得是教 是鏡 秉地亦得是教 鏡 以否 大解雲 以比何榮不得 但無錶 道教 無身至敬 以地不轉故 以二地不能錶 十方三世諸佛正道 不得名教 互不能生化 生乎母故 不得名敬 若以彼是地 以彼是敬 以彼是敬 以彼是教 以彼是禮何則 彼亦有言說 故有教 彼亦言有理故彼 以彼有理 此之禮教 並未勤故 並未勤故 所以這裡的情形 從這個地方其實 為什麼會去講到說 誠實的思想 為什麼要破斥它 是他們的教法方面 無教的部分 那何榮不得 因為他沒有錶 所以無身至 以地呢 所以以地的話是為眾生 方便而所釋的 那能夠轉的話 是屬於教才能講 才能去轉 以二地 所以以二地的部分呢 不能錶 十方三世諸佛正道 沒有辦法去講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 就是我們所講生佛母的 諸佛所生的這種 不得名為教 或不能生法 生父母 不得名為敬 所以他是不得名 一個是所依的 一個是所依 一個是會迷的 迷教的部分 迷教 遺地的部分 這是提到這個地方 那底下呢 更正 赤更正 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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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前面所講的一地的話呢 就是一明示意方面來講的話呢 那地雖然是以神師為地 可是一地的話呢 是兩情神師 所以一地 明為地的部分 所以是一地是兩為情 這是以方面來講 那既然是以情 那教地的話呢 是不是諸佛的志 解音 教地呢 一明二地 教地 一明二地 一明二進 一明二志 一明二生 諸佛二字是教地 諸佛二字 明為教地 諸佛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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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移地的话它有两种 一个是所依的 那所依的是属于教的部分 可是因为对众生来讲的话 那所依的是所依移教 所依靠的 那一个是迷移教地的部分 所以移地是一个迷情 教地的话是能够让我们侮辱的 能够让我们侮辱 问底下 若为教地是二字也 第六十三页部分 若为教地是二字也 诸佛如行而说 如说而行 如行而说 说我所行 如说而行 行我所说 说我所行 说明行说 行我所说 行明说行 诗行说相应 皆是般若 皆是般若 所以能 就是说跟行能够相应的话呢 那都是属于般若的部分 那这里讲到说这个波罗的部分 那大论是圣说法 圣莫兰 应该这个地方是 是不是到圣莫兰 然后赢 从波罗兰还说波罗 明圣说法 说波罗法 以还入波罗兰 明圣莫兰 圣莫兰说圣说法 皆是波罗 圣莫兰圣说法 皆是波罗 经义二 如说而行明二字 如行而说明二帝 二帝亦得明二字 二帝亦得明二字 合作 合者 说何所 说何所说 说只是 说只说二字 故隐 故隐 一知智在说 故二帝即是二字 但随意不同 随意不同 表里亦为教 表里亦为教 先智亦为智 所造亦名为晋 若尔教帝之谜 亦得名为晋 亦得名为晋 那从这里应该可以了解到说 二帝为什么 就是说 帝为什么可以 也可以名为晋 那也可以名为智 的这种说法 就是以那个义不同来讲的 那能够表他的教义 教理方面的是属于教 那你能够先讲出来的 就是以行活所说的这些呢 那行之后呢 那讲出来 如行而说的 所以如行而说之后呢 那因为是一说而行的 所以一说而行的话呢 那先智亦是 是属于智的部分 名为二帝 那因为在智能够教 那所造的是属于空 跟有的这个二帝 所以是名为晋 若尔教帝之名 亦得名为晋 亦得名为晋 只是亦不同情形上 从用来讲的话呢 那体都是一样的 那可是在用的地方呢 就有不同的一个部分 用的部分不同 那其实这个如果说 我们用像那个水 那个众生所不同的部分 所看不同的部分呢 那之前那个为晋的那个思想 里面一水事件的那个说法呢 那就是同样是一个水 可是所用所看的 一众生的阅历不同 所以就有不同的 这种情形的出现 那前面讲到 这是在这后面 那一教帝是为二字 诸佛如行而说 诸佛如行而说的 这个行而说 那佛陀呢 就是释迦呢 经过六年苦行之后 他所证悟的 他所证悟的 所以他所实践之后 他所说出来的 他所说出来的 那就像他所说的 这样去做 如行而说 又照这样子 如行而去说 那说我所行的 说我的这种所做的方面 那如说而行 行我所说的这种 然后转来 就说 比如说说波罗 你还是要去跟波罗去相应 那跟波罗去相应的话呢 这里提到的说 大论是圣说法 圣默然 你从波罗心还说 波罗 因为你这个波罗心 你不止的话呢 那再来说 所以这是属于这种说法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就是 以波罗来讲的话 三个阶段 一个一般 那一个的话是文书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为谋的部分 说波罗法 还无波罗心 所以名为圣默然 名为圣默然 圣默然 圣说法 皆是波罗 那圣说法的话呢 就是属于 圣说法是属于第二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 那圣默然的话呢 是属于 是属于这种 刚刚所讲的 那个文书的第三个 但是言语道断 什么都不说 因为 那个不二 那不二你要是 再闹以言耻的话呢 再若以言耻的话呢 那还是有语言 还是 还是没办法学 为入那个波罗 波罗心的部分 所以两者的话呢 一个圣默然 圣说法呢 都是波罗 都是属于波罗 所以由这一个地方来讲的 以二 就是说如说而行 所说行的是二字 那以行如行 而去说的二帝 那所以二帝呢 也是名为二字 也是名为二字 就像我们讲的说 冰块是水所做成的 那冰块也是水 冰融了之后呢 他还是属于水的部分 或者说何所说 说止说二字故应 一之字再说 故二帝子是二字 二帝子是二字 但随意不同 随意不同 随意不同 刚刚已经讲的部分 刚刚已经提了 再表意 随意的就是以意的不同 随意 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吉档大师所讲的说 禁制礼教的这些 这禁制礼教的 二帝子 礼是教 那他也是礼 他也是教 他也是智 也是禁 那吉档大师呢 他就提出来说 这些呢 你要适时而用 那适时是什么样的 叫做适时而用 就是我们 我们要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说 不二的这种字的话呢 那才能够 也是化 就能教化一切的众生 才能够教化 所以吉档大师呢 适时而用的话呢 那其实他的意思还是很多啦 我们会讲 我们一般世界化来讲的 时间地点人物 什么样的时期呢 时机呢 受什么样的语言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 适时而用之 那要注意到 具体的这种条件 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二弟本身是无所谓 禁 禁或教 未成 所以曾有一个记叫 未成禁教 未成禁教 那未成禁教这一个 是在中观论述里面 有提到过的 有提到过的 那这些呢 都是吉档大师 他所承续的 华朗跟 声朗的这种思想 那目的 就是刚刚所讲的 是为了要拔有无的二见 为了要拔有无二见 那离这些的话呢 那中要能随顺众生而讲的 随顺众生而说的 那一个是 一个是随顺众生 那一个是义众生 所以有这一个来讲 有这样子的这个二弟 立以教二弟跟义二弟的部分 底下呢 问一弟得 前面是讲教弟 那问一弟得如持火解因 一弟一智一教一进定性意也 问他一名二弟是二进 二进是二见 今一名二弟是二教 二教一是二见 以比更合一 所以他讲到二进 所以他说立这个 立那个立二弟的这种 就是这种教二弟的思想方面 立下来的话呢 是为了要破斥这个执着的一些病 病为了要拔持二根 就二见的这种有无的两直 所以这说二进是二见 如果你有直的话呢 在这方面 反复只有那圣贤者直 直无的部分 所以到底下呢 明二弟是二教 二教一是二见 一比更合一 一比更合一 所以立这个是为除止 为了要除我们的执着的部分 那有什么 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一比更合一 更合一也 他二弟定是二进 今明二弟是教 不定是教 不定是教 表里则明教 所造则为尽 宣治为治 宣治为治 无有定相 前面的教地部分 他有讲到 表里则明为教 可是他这里讲到是表 一个是表里义为教 一个表里则明为教 所造则为尽 所以他是被造的 静是被造的 那宣治意 宣治的意为明治 宣治为治 所以无有定相 既知教不定 因为他讲到 今明二弟是教 不定是教 不定是教的 是教是不定 其实静也是不定的 若如此解 即是物理 即是物理到这个理 物时物教 物时物教灰教 即是理灰理教 理灰教理 如幻如画空古之相 明镜之相 所以如幻画而理教亦难 理教亦难 所以因为 就是刚刚那一记 它虽然是如幻如教的 如幻如画的这些 可是一教的这个部分 它还是属于有的 并不是没有 它既然在有的这个部分 它虽然是幻画的 虽然是不存在的 可是对于众生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属于存在的 如果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你知道说这些是幻画的 是空古回音的 这种的那个声音的话 就像镜里面的那个像 就像你讲的空中夜水中画的 这些的 那虽然幻画 可是它还是理方面 还是存在的 就是信之于教 那我们让我们去了解 了解之后呢 再误入不二的部分 再去误入这个空里的部分 先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后面这一段 就讲到那个信不信的那个部分 做一个结束 时间看怎么样 我们如果早的话就提早 好那底下呢 问前二一帝 二一帝 一往判有得 十 有凡圣故论隐 诸法信公世界颠倒未有 故 世间颠倒未有 以凡为时 明知为地 朱先生真知颠倒信空 以圣是时 明知为地 有以凡时 凡但有有地 空以圣时 圣但有空地 如此以火 借阴 这是从二一帝 判有得失的部分 那二一帝的话呢 就是前面所讲的 首一一帝跟名叫一一帝 那首一一帝呢 里面的这种二帝方面所判 二一帝的部分呢 一个世俗帝 一个真帝的部分呢 那判得失的话呢 那以属地的话是属于失 那以真地的是属于无的部分 是属于德的部分 一个是有 一个是无 那如果是说 好 那个以赛论者来讲 就是吉祥大师 他的那个思想里面呢 他还有一个根本的 还有一个字末的 那这是属于本的部分 那他是从这个二一帝 判有得有失的 就是书帝 书帝的这一个环呢 是属于失 那慎是属于德 慎是属于德 那为什么是属于失的部分 因为我们就是说 首一的这一个部分 出火出事呢 那这个有无这个法 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 那一之而宣说教化 那随环夫而说的 随环夫而说的 那这个有呢 那随环夫而说 有是有 那可是有而说这个属于是 属于虚幻这些的 那这是属于 对环夫来讲的话 他是属于失的部分 属于失的部分 属于失的部分 那解云 一往以凡胜两十名地 有以凡十为地 空以胜十为地 若两父妄恶并非地 何者 有以凡是地 空以凡非地 还乎未平一等法 现见定有故 有为时空 灰时 圣人 圣人平一等 空是时 平一等灰时 故一加营 还时为 圣须 圣时为还须 还须为圣时 圣须为还时 若而还圣各有一地 还但有有地 圣但有空地 难 还但有有地 圣但有空地 亦因还但有权至 圣但有时至 且因 有利不利 那我们所提到的 这种恶地 恶病非地 就是一往在那个 他这里所提到 就前面所提的 就是 就是世间颠倒 那我们说它是有 那这个是对皇后来讲 是实 是真实存在的 对圣来讲的话 它是虚幻的 那对于皇后来讲 它是属于地的部分 它是属于正的部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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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 仙圣 知道说颠倒性空 这些呢 那一圣 这是属于空地的 这个部分 是 那一圣是使 明知为地 所以一个对皇后来讲呢 是实在的 所以 所以单身为地 所以空 有对于皇后来讲 是实在 所以是属于地 那空对于圣人来讲的话呢 是实在 所以 但是 圣是属于空地的 不是 真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提到的说 解淫 一王宜凡圣两实名地 有宜凡是地 空宜圣是地 这是我们 所了解的 其实如果两个来讲的话呢 二并非地 二并非地 为什么 有宜凡是地 空宜凡呢 那 你从 从空的立场来看 看凡 那就不是 空宜凡 或者是空对于环物来讲呢 它也不是真实的存在 我以为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东西是真正有 那才是真正的存在 房屋未平一等法 现见定有故 现见定有故 所有东西你看到了 确实存在的 确实存在的 那这个都是属于有的 有为时空 有为时空灰时 那我们所看的 所以在讲到说 房屋对 那今天房屋对这些都是有存在 可是今天科学所看的呢 就像说这个周子来讲好了 这个为什么说讲它空的 只是 那这个是透过英年华条件 合而所成的 可是今天的科学 大家来讲的话 那这些东西呢 它是在一直变换的 它在这个当中呢 其实它的那个物质呢 一直变换一直变换 所以它也是不实的 它也是不实的 所以房屋说 瓶子啦 衣服这些呢 我们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 是属于有 属于有的 所以像那个 其实说 石医师兄你所讲的 水中 中叶空中化的这些呢 你知 我们知道了 可是 真正的在空中的那个东西呢 以黄文来讲呢 它是 它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明明看得见 可是如果是以言其华 以这种科学来讲的话 它是会变 它是不存在的 就像说我们提到的 说这个日跟夜的情形 那时间的那个地患 那夜会慢慢的 等到亮 天亮出来的时候 那夜就消失掉 那个日就生出来 这真的时空的这个变换 所以 其实这个是 如果说我们以教法来讲的部分 来谈的话呢 那个下一次你们要上的那个课 下一次你们要上的课 那个宣造的悟不迁论来讲的话 一个是从 从迁流的部分 一个是从 从不迁 就是物不迁论的这个部分 所以一个是从 有一个是从 从那个 那个空的部分来看 那这两种呢 那在 在那个深造的物不迁论里面 就是他有提到几个句子 他那个里面的句子讲的说 就像说 那个红水 水那么崩拜 可是那你看他水在流 那就我们环屋所看到的那个水在流 可是事实上水有没有在那边流动 但是因为房屋的情势所见的是水流 实际上水流不流 所以在那个产宗里面他有一句 有一句 他说桥 就是桥流水不流 桥流水不流 为什么桥会流 水不流 水一直在流动 那这个跟那个 如果再用这个再来看一下那个 佛陀跟那个央切摩罗 央切摩罗是指望外道的敌制 那为了 为了那个成就 那就是他要杀千人 那杀到最后就是要杀母 那佛陀杜化 所以佛陀出现之后 然后他转要杀佛陀 那佛陀就讲到说 他就 因为佛陀在前面走 他在后面追 那怎么样都追不上 所以他就跟 就喊佛陀说 说 你停下 你停下来 叫他停 你不要 你要不要一直走 可是佛陀就回来 我已经停下来 是你没有停 那我们再讲到这个地方 所停到 我们所看的一些东西 是属于外交 是我们情绪去执见的 所以我们看到平址 看到衣服 看到种种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看它是实在的 是看它是实在 所以有是实在的 那空呢 是不实在的 空是不实在的 有为实 空为灰实 就像这个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 讲到说空的部分 那有空能够融有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空是会实 不是实在的 那圣人的话 对于平衣 外在的这个物质的 这些东西的话 他是能够了解 他是属于虚幻的 但是在这个还是有 浅身的不同 因为真正的那个 自信空来讲的话 那他是不需要透过 延期化 他能够自 能够马上 所以真正到那个空境的部分 就不需要这一个 就是你马上了解的 马上能够了解 而是还能平衣等空是实 平衣等有 他有不是实在的 故意加隐 还实为甚虚 甚实为还虚 还虚为甚实 甚虚为还实 若而还圣各有一地 还但有有地 圣但有空 所以各别各别的 因为各执一个有 各执一个空 所以但有一地 但有一地 还但有有地 圣但有空地 一因还有全智 圣但有实智 所以他讲到说 应该一个有全 一个是 可是因凡但有全智 圣但有实智 因为一个是在有 一个是在空 可是他后面提到的是 有利不利 刚刚我提到说 物不迁论里面讲到的是 从这个两边来看的 其实那个书里面 他不是只有讲那个 像水的部分而已 他还有讲到时间 还有讲到天空的那个云 那事实上云 那个云的流动 还有时间牵地 那是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提到说 活住不住世间 好 那有利不利的这一个部分 严厉者 以两情有恶地 以两情有恶智 还作有解 还有有智 胜作空解 胜有空智 胜有空智 所以这个智呢 并不是我们所讲的实智的智 这个智呢 是凡夫的 的实智 就是有我们的意识 而分别的智 那他当然也不是什么后德智 这一些的 而是凡夫的分别智 胜作空解 胜有空智 胜有空智 那言不利呢 言不利 不可言圣人 但有一智 不可言圣人 但有一智 圣人据全时二智 上面用的 因为他讲到说 就是还有全智 圣但有实智 所以只有一个 那可是这边提到 言不利的 就是 不可言圣人 但有一智 圣人据全时二智 圣人据全时二智 若但言一智 则放圣人 则放圣人 那 这个全时二智的话呢 那我 其实我们如果说 谈到这个 我用那个天台来讲 其实我 不是只有这一个天台而谈的 就是藏通别人这个叫 对智来讲 他有全身的不同 所以我们以 以六道轮回 以那个圣者的 那个世圣的境界来讲 那以 以藏通别人的那个果位来讲的话呢 那每一层 他都有不同的这个阵路 所以 智方面呢 也同样的 他有不同的这种体悟方面所证悟的 那圣人据全时二智 若言但有一智则放圣人 信一半不信一半 我就是信一半不信一半 那这里提到的经营 就是挤出 挤出经正 信六部 不信六部 信不济足 今若言胜 有空志 无有志 则信不济足 信不济足 我们常讲到说 人空跟滑空 就是人空滑空 那其实我们来讲到说 人滑俱空 那这个人空 其实我们为什么讲到人空 是滑能够比较 比较容易入 还是说滑跟人 是哪一个比较容易入 人空比较容易入呢 还是滑空比较容易入 一般我们在谈到修行 要谈到观 就是观种种的观法的时候呢 像我们谈到说 从那个不敬观啊 这些种种的 慈悲观这些种种 都是从我们所比较近的 慈悲观的话 从自己的亲朋这边去观其 会比较容易 那不尽观呢 也是从自己本身去观其 比较容易进入 从我自己 那就是在人的部分 还是属于晃 还是属于 所以你从我空 比较容易进入 那我空 以我一段 执着一段的话 那人空了 晃当下也是空的 也是可以入空境的 那这里提到经营性六部 不性六部 性不具足 这是在书里面 它有提到的 其实它有五种不具足的部分 它有五种不具足 我们现在这里所提的 是只有这个性不具足 只有这个性不具足 那么这里所讲的性六部 是性不具足的部分 那只有性 在这个性不具足 像性六部的部分呢 应该是提到的是说 它不是讲到 因为我们说 佛陀说法呢 五十年 那四十九年 那其实它所讲的那个法呢 那在就是把它分裂的话 有小 就南船是九部经 那北船的话 是十二部类的部分 那这里的性不具足 是指在这个地方 是十二部经呢 它只有 就是只有性六部 可是这个性六部呢 不是说 意思不是说 这个不信 那个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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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说性六部的这个意思是说 虽然说我们在有受词的 这些佛陀所讲的这些经典 可是你对于经典里面的意义呢 那有些懂 有些不懂 所以是性不具足 所以你虽然受词 没有办法去读诵 没有办法 为他解说 那或者是说就像讲的 教跟进的这个部分 讲归讲 那那个一个念头生起来的话 我现在在说讲的这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入你的心 教跟进没有办法相应 那就没办法误入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无利益 所以属于这个性 性不具足的部分 这是属于性不具足的部分 那在我们来讲到这个不具足的部分 它有这五种 智不具足 戒不具足 事不具足 文不具足 信不具足 其实一大圣华来讲的话 我们讲到说要到那个布鲁空的部分 那这六点来讲的话 都是如果还有一些执着 比如说戒的部分 有戒 要持戒 持这些 因为我们到后来的话 这些是鲁鲁鲁鲁的 不能知作有这个 不能知作有戒可舍 不能知戒有布施可以布施的 我想这些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这个是讲的是以大圣华来讲的部分 那一个一个讲字不具足 字不具足 那现在所讲的这个 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 环佛的这个字 是不是不具足的部分 那个环有有志 那肾也是有空志 那这个志呢 不具足的话 那个肾呢 肾呢只是走在这个空里面 所以它是有不具足 这个的部分 那环乎呢也是一样 那这个戒还有诗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从 这是从肾的立场来看的部分 那如果是从环乎的这个 这个立场来谈的话呢 那志是什么 为什么不具足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 我们没有办法生全是二志 我们没有办法生起真正的 这些智慧出来 我们更何况说要谈到什么 波罗字那些 那戒呢 一点点的消失 一点点的一些事情都可以讲 是呢 那如果是像那个 当然这个境界提到的是 如果是以六度 六度波罗孔来讲的话呢 那都是要跟那个波罗孔 就是三轮体空的部分 甚至连三轮体空的这些都要去把它舍除掉 你都要舍除掉 那环乎的立场 这个这个诗的不记足的部分呢 那在那个书里面谈到 就是谈到这个不诗 谈到这个不诗的部分 其实他有一些 就是不如法的诗 就是属于信的不记足的部分 那不如法的诗的部分呢 那以以皇后的立场来讲的 真的 那个以就是以名 就是以那个 因为有名利的诗 不得已的诗 或者是顺鼓励的诗 顺鼓励就是自己的父母 以前那个 自己的那个长辈 自己的那个祖先有在布施 那交代下来的 有没有这种情形 确实有这些啦 就是说我一直布施 那你要谁跟我一样 要做这些布施的 那这个都是属于信不记足 甚至也可以讲说 这是属于不亲近 不亲近的这个诗 那闻的这个不记足的话呢 左空左有 你听了左什么 那都是不是不记足 那以皇后的立场来讲的 就刚刚提到 你在听这些的时候呢 那你起心动念里面 你起了一个念头 闻不记足 这个是讲到 叫信不记足 这些种种的 好 故有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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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了知诸我信空 所以实质 护之皇屋颠倒 有颠倒有 故有全质 照不颠倒 信空 明实质 照颠倒 照不颠倒 信空 明实质 照颠倒 胡须明全质 地则不颠 二地皆不倒 智 则 之道 之不倒 二地皆不倒 智 则之道 之不倒 二者如实为 二者知实为实字 知虚为全质 知虚实故有二字 地则不颠 二皆是实 为实义故 胜能一地 而有二字 胜能一地 胜能的一地在哪一个 就是空 真的部分 那你既然能够入空的话 那全质 实质 都能够生出来 全质 实质 人生 那 所以说 他有这个二字 一个是 知实为实字 知虚为全质 知虚 知虚为全质 的话 能够 随顺众生 能够有教化方便 所以 所以 他知虚实 而有 能够有二 能够有二种质 好 到这个地方 因为在讲那个 就是说 全质 实质 还有那个 刚刚提到说 禁是 礼的 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去提到 刚刚因为提到 有讲到说 就是二地是 教 那二地也是 禁 也是地的部分 那可是 吉障大师呢 他 就是刚刚所提的 讲到说 禁制的这个 禁制 礼教的这个部分 那 其实他 他重点呢 是 因为他主张的不是礼 也不是禁 不是礼 就是他强调的 就是他主张思想上 对不起 等我一下 他这个有插电 插灯 插灯还没有电 不是因为他那个 那个电影 他插的有插 可是电影没开 有时候会不会你在充电的时候 手机充电的时候 那个电也没开 现在的那个 那个 现在的插 对 他 那个受电器的那个部分 不是都有那个开关 安全的部分 因为他都一直讲说 就是说 他的主张是 二帝是教 那 二帝不是禁 也不是礼 的部分 这是 那个 吉障大师 他一直强调的 他一直在讲的 所以 二帝呢 是教门 那主张是 二帝是教 那 二帝不是礼 不是禁 那 所以 他呢 就是他教他人呢 他所讲的那个二帝是礼 不是教 这是他一直在讲的 对于陈始终上的讲的 其实他这一道理方面呢 他曾经引出那个 就是那个华廊 新皇华廊的那个二帝树里面 他有讲到这个 这一个理由 那他提到了说 二帝 二帝呢 是中道的 表中道的一个 广化 一个妙教 那 如果说真的要去把它讲的话 那 就是他的延迟方面 是非常的深奥的 那 以这种 这种 二帝来讲 或者是 因为二帝是表中道 表中道的这种教理 但是 但是他并不是这个道不是有跟无的问题 不是有跟无 我们都讲说 如果说有跟 有这个有跟我的话呢 那就不是属于不二 而是二的部分 所以只是因为有跟无来显这个理 来显这个教而已 来谈而已 来显这个理的部分 所以不是一个 不是两种情形 所以书里面讲说 既有无闲道 理非一二 因一二 因为 因为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对地 对待 事法来讲 事件化来讲的话呢 他必须要有一个对待性的 相互的对待 相互依赖的东西呢 才能够显出对方 所以用有来显无 用我来显有 有 所以以这个一二 来明这个道理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那二弟是属于教 二弟是属于教 那这个本来就已经存在了 不是因为施教误入而才有的 所以他并不是 他并不是一个或两个 这样的说法 只是用一个两个一弟 或者二弟来谈谈的 那这么讲 其实他讲这么多 那只是来讲说 二弟只是一个教 不是理的 的这个部分 那教跟理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那差别就是在一个 二跟不二的 差别上面而已 所以二弟是一个教 所以教有二 教有二 那理呢就是不二 以理来讲的话 他只有一个 一个而已 所以这个呢 真属二弟呢 我们所讲的 那是属于教的 真属二弟 真地属地 地一地 圣一地 是属地 这些呢 都是属于教的部分 都是属于教 可是如果是 以理 从教跟理 来讲 一个是恶 一个是不恶 那不恶是什么 就简单一句 你是无所得 无所得 所以是理的 是理的 那另外一个 换我来讲的话 教跟理的差别 一个是 可以言说的 一个是 无法言说的 一个是 可以说的 一个是 没有办法说的 所以因为你有言说的话 就很容易 有所知见 所以所依 所谜 所谜一地 那谜教一地 其实你就是说 因为言说上了 那就会 就有所 有所言说 就会有所知 那理是没有 理是无所说的 所以说 在说里面提到的 说教是有人说 理是不可说的 理是无法说的 理是无法说的 好 那只是这些教理 教理 他谈了这么多这么多的 其实 不外两种 那个上次也谈过 不外有两者 两个目的 一个是针对陈诗诗的 对于陈诗诗他们所讲 二帝事理跟进 然后来成立他的那个思想的 理论的主张 那另外一个的话 他是要引经祭典的 所以一个是对他 那一个是以经来讲的部分 这是世经论的 那这是刚刚提到那个 那个静理事教的那个部分 静治理教的那个部分 二帝事教的部分来补充的 好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下周最后一次了 好 我们先回向 请二长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徒苦 若有若无者 须发菩提心 尽此以保身 同生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